深入探访拍摄片场 亲力讲述幕后故事 大家好 这里是国宝君的片场日记 作为一个有文化有深度有背景的剧组 最不缺的就是知识分子 就比如我们珊珊这种认真听会的女子 和认真听导演讲戏的我们叶哥 认真的男人最帅气 然而认真记台词有什么用呢 最后还是记不住啊 于是记不住台词的叶哥挨打了 社会我叶哥被打了也从不示弱 甚至开始放弃了狠话 一会儿等我出去之后 老子弄死了 然后她就被打得更惨了 K.O. 老子没人死 这把我们珊珊心疼的哟 虽然是装出来的心疼 实际情况却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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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 作为一个鹿子野 招数多不怕苦不怕泪的剧组 摄像都是不让命的 导演也是很严格的 好对啊对啊 更多精彩内容 请一定要继续关注 国宝旗旅哦 你每天多少张卡呀 每天多少张卡 一张碰吧 那不够了继续录 深入探访拍摄片场 轻力讲述幕后故事 大家好 这里是国宝君的片场业绩 咖啡厅里耍帅半裤 每一个眼神都是一次过招 小破屋里喝酒谈示 谁说真风吃醋是女孩子的事情 男生听起嘴来也毫不认输 两位男子对若思可谓是深情一片 可一直偷偷喜欢红意的田慧呢 那可是听着句句扎心呢 我想你走之前呢 把我跟若思的婚给起来了 不禁停下来的动作 一片深情的双眸 忽然手足无措的表演 每个一个动作细节 背后都表现着小女生的苦闷与不安 红意爱着若思 田慧又爱着红意 这样的感情就如定时炸弹一样 一定得小心翼翼的呀 那么这颗感情炸弹到底会不会爆呢 更多精彩内容 请一定要继续关注国宝旗旅哦 是炸弹 哦 对 先入探访拍摄片场 亲力讲述幕后故事 大家好 这里是国宝君的片场日记 今日头条 国宝君实拍 当红女星袁珊珊在片场说人坏话 你给你来了 我们在说你坏话呢 来大人喊换衣服 我们所有人都傻了 有人就问了 这算哪门子坏话 夸大事实是一名标题党的自我修养好吗 就没见过这种人 不然怎么能让你知道 我们珊珊同学是一名非常幽默 十分认真的演员呢 剧组的珊珊不仅会约束自我 还会和优秀的剧组团队 一同求进步 谋发展 来 不收钱 不收莫钱 开 这个剧组真的是很严格 在天气恶劣气温贼低的横电 周围打扮得像木乃伊吐着仙气 阿波阿吐着冷气的男子刚刚拍完一场雨戏 无论的定语在脸上不乱的发 即便是严震雨 也丝毫不影响一位演员的专业发挥 此时此刻 国宝君已经暗暗下定决心 要记录更多这样的好演员呢 除了好演员 国宝剧组还有一个十分庞大的男团 爱保护宝团 他们学识丰富又不是幽默 五十稳重又有点调皮 就连我们珊珊都被吸粉了 你确定不来关注一包吗 请一定要守候国宝旗旅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